曾说问我 你确诊了第七天 轻微症状 请问需要去CAC Center吗 现在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政策 如果你是无症状 无症状就是第一期 是不需要去 CAC的 无症状 是第一期不需要去CAC 如果你是第二期的话 第二期就是有症状 可是是没有呼吸困难 不需要Oxygen的 都需要去CAC的 就算是第七天 第十天 总之在出关之前 一定要去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叫CAC CAC就是COVID Assessment Center COVID Assessment Center 就是特地设立起来 给这些在家可以的 没有地方 没有医院 可以直接给你服务的地方 检查你的地方 就是CAC做的 CAC不是一个注册的 不是一个来这里做DUFDAB 不是做那些文书的东西 他们那边有医生 来给你检查你的身体 因为有很多这个 我们所说的沉默缺氧的病人 在家里其实他已经得到了 这沉默缺氧的情况 然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只是觉得好像很累 吃不下 然后呼吸有点点不舒服 可是觉得OK啊 我今天还好 可是问题就是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的肺已经起了一点点的肺炎 我们不懂 所以呢 如果是可以的话 你当然是最好是给医生看一次 因为现在呢 医院也不会想要去看你 因为你中了COVID 过后 医院也不给你进他们的医院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CAC里面的医生呢 全部都是对COVID很有经验的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在CAC就是 你可以大问特问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关于COVID的 他们会很乐意的跟你讲 到底你应该吃什么啊 你应该怎样去隔离啊 怎样去洗衣服啊之类的 就算是那零零碎碎的 他们都会告诉你 所以呢 去CAC是有好处的 然后呢 CAC给你还有什么服务呢 它是会跟你在那边 直接在检查你全身 再看一下你的浪 如果是有些CAC有Ultra Sound 就是那个扫描 他们可以直接去看你的肺部 有没有白点啊 或者是有没有感染的 有的话 他们也会安排你去医院 你不需要自己去哦 他们可以安全安排给你哦 为什么呢 当他们安排给你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烦了 去找Ambulance啦 然后又要去找那个地方啊 不懂这个医院有没有啊 有没有地方啊 有没有 到底这个医院有没有地方给我住啊 有没有 对我们的 会不会收留我啊 所以CAC会安排给你 你知道的了 很多人都说 要去吗 我清证罢了 CAC这样多人 等一下在那边等到几十哦 其实在现在的情况 CAC是很多人 可是说不是多到好像拥挤到好像 你去医院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这样拥挤 我知道 可是问题是说 你去了CAC的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是有病重的时候呢 你真的需要他们给你安排的 所以呢 我昨天有跟大家 在我讲座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当你去CAC的时候 应该带些什么东西 需要带什么 准备什么东西 因为呢 可能你在那边忽然间就会被说 你需要进院哦 哎呦 那时候你没有准备到怎么办啊 所以呢 我就跟你说了 当你要去学习之前呢 就找 心里面要准备一下 我会入院吗 所以你就带完你的衣服啊 带完你的车子 尤其是电话车子 是救命的哦 然后你的那个一点点干粮啊 或者带点奶粉啊 在身上 一点干粮很重要的 因为在那边地方 有可能你要等一下哦 可是那边地方也蛮不错的 有冷气的哦 然后你需要在那个地方呢 坐上有可能几个小时 他们可能要用那几个小时 所以我怕你肚子饿 你虽然是吃了过后还去 有时你在发烧 你很累很难去对不对 就吃两颗那个退烧药先哦 两颗退烧药还去啦 如果是说家人确诊了一起去咯 这样就有人噪音一下咯 嗯 所以然后呢 在CAC呢 他们也会给你那个 Home Surveillance Order 和我们的Release Letter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Home Surveillance Order Home Surveillance Order H-S-O Home Surveillance Order 这个Home Surveillance Order呢 就是说这个是命令哦 这个是一个我说 你要关 你要闭关 你是说你要隔离的命令哦 就是Order 所以出了这张纸的话 你的名字有你的名字 在H-S-O有你名字的话 你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的那个law里面呢 你们是不能跑来跑去的 如果你跑来跑去的话 你会被监禁啊 会罚款的 OK 所以H-S-O呢很重要 是一个命令来的 会犯法的哦 然后你可以在那里看得到呢 你可以在你的 你可以在你的 My Surveillance Order App里面看得到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你的My Profile 你们可以现在试试看 在你的电话 如果是有开My Surveillance Order的话 你的Profile里面 如果是青色的话 是没有的 如果是红色的话 会出现这个My H-S-O 这个H-S-O呢 它是一个Digital H-S-O 就是说 方便你们啊 以后有证据说 你做隔离了啦 我做了衰减 过后有一个证据说 你做了隔离哦 然后呢 它那边有个热期 就是说 你几时开始隔离的 然后呢 然后过了10天过后呢 它会在这个 My Surveillance Order的这个App里面 那个同样的 H-S-O上面 会有些一个Complete就是完了 就是说你可以出馆 那就是你的 Release Order 就是说 你放间了 你可以不用在这个 Covid的法律里面被抓了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上呢 你可以在这个App里面呢 就是做一个Print Screen 为什么我叫你做一个Print Screen呢 因为呢 它在你隔离那一天开始有这个证据 到你隔离过了过后10天 就是说 在10天的时候 那个Release Order出来过后呢 再多3天的话 你的这个My Surveillance App 就变成青色的 一变成青色的话 这些全部资料都会不见的 它没有收起来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收这个证据 这个证据 如果你真是miss掉的话 你的公司说 你没有Release Order 我不敢给你工作 不敢来 不敢给你上工 你掉入 你所以呢 最好是有个Hard Copy了 有些人跟这个technology都不明白 什么叫Print Screen 对不对 像你去CSC那边拿这个 HSO的那个Hard Copy 就是我们的纸张的 HSO 也在这个CSC Center 拿这个Release Order 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然后这个Release Order很重要的 RO很重要的 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 或是打了第一剂 还没有打第二剂的话 你需要收他们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收他们 他们说 这封信不在 没有 你骗你 你没有证据说你得利的 你是不能打疫苗的 OK 很重要的 这个很快 请确诊各离婚 完全没有去CSC 拿KKN信 没有问题的 CSC是没有问题的 除非你的公司需要到 或者是 人家要你证明书 你还需要 如果还没有打疫苗 那当然是需要去拿 如果你已经错过的时候 你可以再试试看 去找他们 去CSC 再去拿一下 如果你需要那封信 OK 如果没有那封信 也不要紧的 可是呢 如果是你需要 做一些文件的话 需要到Release Order的话 这样就会有问题 你来看看 呢 那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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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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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呢 呢